小便起泡沫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病科主人医师 小便起泡沫有两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机械的因素 比如说小朋友站得高尿得远 或者是尿比较急的时候 碰在这个容器的边缘 那么空气和尿液可能混在一起 会产生泡沫 一般来说这种泡沫会比较大 静置以后会消失 那么第二大原因就是尿液中成分的变化 比如说有机成分出现了糖 蛋白质或者是无机成分 一些矿物质的增多 都会使尿中出现泡沫 当出现蛋白糖的时候 这时候产生的泡沫可能是比较小的 你就是放得久了 它也不会消失 所以尿液中出现泡沫的时候 如果自己判断不来 它的原因还是建议到医院 查一个尿常规 可能就可以初步地判断了 比如说糖尿病 比如说蛋白尿 那么出现蛋白尿了呢 就是一般来说跟肾脏是有关的 慢性肾炎啊 急性肾炎 或者是一些激发性的肾小球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生病 所以出现蛋白尿的时候 是要到肾病内科来就诊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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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